中文字幕提供 通報沒有說明唐斌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據公開簡歷 唐斌仕途一直在廣西 曾任南寧市副市長、公安局長、政法委副書記 2018年起任廣西公安廳副廳長、政法委副書記 另據明慧網報導 唐斌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南寧市法輪功學員陸海輝、陸海恩兄弟 多次被綁架迫害 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唐斌曾任職的廣西公安廳、政法委 南寧市公安局及南寧市政法委等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、明玉綜合報導